Leo聊四季 天眼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英家人對上孟家人 這場比賽也是基金場大師的第七屆比賽 好 那我們先來報告一件非常重大事情喔 我們台灣高手天空球 終於變成了台灣第一位世紀帝國的職業選手 這件消息令人振奮啦 那天空球的同時也是我的好朋友 如果早期就有關注這個頻道的觀眾們 應該很知道 因為我前面喔 早期的時候做了一些天空熊的影片 那以前我跟天空熊跟Chip也有吃過飯 雖然有點算是我去蹭飯的 所以其實說我跟Chip有算點頭之交吧 那跟天空熊是比較熟一點點的 那那一次呢 算是 因為Chip之前我有跟他玩過嘛 然後以前在2017年2018年那時候 很常 也不算很常 就有空直播沒有工商的時候 或是有空的時候就會去跟Chip的直播 一起玩遊戲 或是看他直播 那我也不太敢跟他聊太多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他現在太大咖了 所以我不太敢講太多廢話 但是為什麼我聊到天空熊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我跟天空熊跟Chip有一段淵源故事 但都是好故事啦 那有一些都是跟世紀帝國有關的 那我沒想到天空熊最後變成了台灣第一位的 世紀帝國的職業選手 這是令人振奮的消息 但是這個合約呢是到7月1號才是正式開始的 那之後呢有可能我會再請天空熊 來我的這個頻道上面跟大家聊聊一下 那之後成為的之後選手 職業選手的這些規劃或是什麼的 那有興趣的觀眾請記得我們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就可以再來跟天空熊聊聊一下 世紀帝國第一位的職業選手的心得 好 我們回到比賽中 好 那橘色呢是選擇的硬家人 那硬家人這位是 欸對前面名字我不會唸 這個我只能用日文的拼去拼這個 好 那對手就是我們viper 那硬家人這個文明呢 在競技場來說 他的打法 並不算是非常優勢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算是偏後期缺乏科技的 他並沒有火炮也沒有火槍 就是後期的這種關鍵科技他是沒有的 但是他在競技場有個優勢 就是他很容易農到後期 利用自己的軍事食物減免的效果 去打出他的優勢出來 所以硬家人在競技場來說 就是要一直跟對方去應換單位 然後盡可能把自己的食物 去跟對方做一個資源的經濟優換 才能打出比較好的成果 所以硬家人在競技場來說的話 我覺得只有A級文明 可能沒有到A四級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硬家人的話 那最後遇到對方是孟家人的狀況 還是要多打這個戰毛筆 但他的這個戰毛筆又沒有什麼特殊能力 雖然有三級攻三級射 那可能還要搭配一些老鷹啊 或是戳戳去前面前壓會比較好 所以本體來說的話 他沒有辦法使用大規模的工程器 去做一個工程動作 打起來對孟家人會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通常打孟家人遇到相公組合 是需要打火炮的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對手 Viper的文明 Viper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升級時代史會給兩吋 所以待會我們就會看到 Viper這邊村民會領先 反正現在是蘇一村 蘇一村只是因為 Viper這邊先上封建十代而已 那待會就變26吋 就會直接反超了 那孟家人呢 他的這個大象也是超級複合性的 可以抗招響 又可以抵抗槍兵的 對他的額外傷害25% 而且 他還有這個銀罐 派科技 可以增加20%的攻擊速度 這個大象啊 毛象夫 還有這個象公 都會吃到這個效果 而且他的這個寶兵 也可以吃到派科技 那後期呢 再點下這個金罐 大聖佛教 可以讓自己的三旅跟村民的 占物人口數減少 所以我覺得孟家人啊 在競技場來說 反而是比 硬家更強一點的 因為他到了後期 Biper可以打這個150吋戰術 但是他實際 需要的人口 只需要135人口 這就意味著 Biper可以出65個軍事單位 那如果硬家人 你是打150吋戰術的話 那他就直接少了15個單位 而且Biper這多處 這15個單位 還可以出火炮啊 頭車啊 火槍之類的 好沒有沒有 孟家人沒有火槍 但有火炮 所以他這個打法呢 算是 在競技場來說 是非常好的選擇 好 那Biper 雖然在 沙漠之王的比賽中 輸給了黑啦 但他實力 還是有 世界冠軍等級的 所以我覺得 也不用太看衰Biper 說明Biper只是輸這一次而已啊 下一次 接下來的比賽啊 他都拿到所有冠軍也說不定 而且最扯的是 Biper在這場 競技場大師系列賽裡面 他是最後一個報名的 然後 Hera卻沒有報名 這個有點 偷 後來補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這次系列賽 很有可能Biper可以拿到冠軍 他可能 要把這個 沙漠之王的獎金 給補一下 不然這個第一名跟第二名 差一萬美金 確實差蠻多的 趕快來打其他比賽 拿冠軍 賺一下自己的生活費 那我覺得Biper 他最近的打法 有點在做一個微調吧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他在天梯上的表現 其實並沒有非常亮眼 前幾天他跟又打 也打出了一場 而且是 他玩哥德爾跟瑪雅 那這場比賽 我就沒有錄下來了 因為我覺得 Biper再撕一點東西 我怕 錄下來會有太多人會誤解 所以我就 不再去 黑Biper 黑Biper 鐵不上黑啦 就是覺得 他在練習東西 人家在練習 戰術的時候 就不要再亂搞 好 那Biper這邊 直接進去城門 哇 然後用一隻刺猴 擋住這個 頂住這個城門 讓後面刺猴可以繼續進啊 這個就是競技場的細節 只要你一有機會的時候 就要盡可能的 把一隻刺猴 擋在這個城門 這個城門就不會關起來 不會關起來 你就可以瘋狂送入馬進去 讓對方突然變成 阿拉伯在打 而且阿拉伯 競技場的龍頭織布喔 你看 他這裡沒織布阿 只有25滴血阿 趕快按這個織布技術 因為競技場來說 你有危險喔 村民不太可能會被打到 所以織布就不太容易去按 好 但很可惜阿 白Biper沒有打到這隻 殘血的村民 好 硬家這邊被迫出了一些 老鷹 對阿兩邊都已經升到城堡時代 那還好 老鷹升到城堡時代 攻擊率上升一點點 攻擊變7攻 所以是可以有效克制刺猴的 刺猴只有5攻而已 但是缺點就是 跑不太贏 人家刺猴跑太快了 老鷹直居追 那Biper這邊開出了第二個TC 好 待會前面再修修道院 哇修道院是大於TC的 這邊聖物都離他蠻近的 所以我錯覺 好像也沒有 就只有一個離他比較近而已 其他的都算是正常平衡 都在中間的位置 好 硬家人這邊點一下護衛技術 那在影片的結尾中呢 我會放上Biper跟天空熊的 這個對戰影片喔 以前我早期做的影片 那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Biper跟天空熊是怎麼 做一個對打的 好 那算是考古文 考古文 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到結尾的片段 去直接點這個連結 好 後面四隻老鷹 加上三隻刺頭 這邊要來抓一下 欸不抓 這個趴被打 但好像有支部喔 打起來對Biper不是很有利 現在Biper要做的事情喔 就是去抓聖女喔 像這樣子 對對對 現在看到了 哇Biper居然尋到了 哇這個聖女直接倒 OK 這邊抓得不錯 那這樣子是比 他在外面用刺頭去抓對方的聖女更有效的 好 但是這邊還是拿到了一個生物 這邊生物直接射射發楼 在於外面不敢動 看到裡面一堆刺頭在跑 哈哈哈哈 是我的話我也不敢動 我是那個山優 我也是 就是靜靜的 先不要 好這邊想要抓殘血的村民 抓掉一村嗎 哇這一刀沒出去 哇Biper尷尬了 哇如果是以前的Biper 這一村應該是拿下了 但是這一個生女又再次收掉了 哇 Biper拿到兩隻生女的這個黃金量 小鑽小鑽 好這裡招到對方的鷹刺猴 好 好 看一下這邊 先騎兵兩隻繼續繞 Biper這邊就是繼續秀 那這個做法算是Biper比較不熟悉的打法 因為Biper比較會算是專注弄的玩家 這個打法有點像是黑拉吧 因為黑拉現在就是手速非常快 然後一直會想要用這個少量單位 就是不會隨意送掉 會一直想要空 其實只剩下一隻馬舟單位也不會想要送掉 像Biper這邊就有點小送 這就其實不太好 那黑拉的話就是一直繞繞繞繞 繞繞到帝王時代 才把這個肉馬送掉 然後去專注打外面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一直給對方有這個心理壓力這樣 對方一直有這個親騎兵在家裡 死不死就要一直往家裡看 不然可能那個親騎兵還是可以打到一點單位說不定 就是打一個心理戰 家裡有敵方單位總是會覺得很不自在 就好像你在睡覺之前發現你的床裡面 面被裡面有一隻小牆 然後那個棉被還撐到棉被不知道哪裡 那你就心裡就會狠狂 然後這個字第一次頭打得漂亮 這邊想要用刺頭擋一下 但是沒有辦法 老鷹打孫女傷很高 而且有抗招響能力 這個就是... 南美洲文明喔 老鷹的優點 雖然跑速比不贏騎兵單位 攻擊力也打不贏騎士 但至少... 有個這個抗招響能力 就是很好用 身旅不太好抵抗 而且即使被找走也沒那麼虧阿 畢竟50黃金跟75黃金價格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省了三分之一的資源 好 那硬家這邊直接4TC開農 他認為他的經濟已經落後了於... viper 那確實是這樣子 viper這邊領先了十村 他的判斷相當正確喔 好 這邊勝旅想要繼續出去撿生物 但是外面的老鷹太多 再飛來飛去啦 viper這邊可能會有點難打 哇 這個老鷹能追得到這隻勝旅嗎 趕快回到城門裡面 OK 極限 繼續招 但是沒招到 看招想就是這麼好用 好 那viper這邊還是招到了一隻銀刺頭 要面做一個勝旅大戰 來 但這隻勝旅可能跑不掉了 哇 再一槍倒了 應該直接招到底 說不定可以跟他硬換了 好 viper這邊黃金有點多 但木頭也是有點小爆 好 農田灑的有點偏慢 因為他下了第四個TC 好 現在才在灑第四個TC的農田 才剛蓋好而已 而且他忙著扣兵 這真的太忙了 好 目前抽名書兩邊沒有太大的差距 viper這邊點一下一擊絕境跟跑速 有跑速的話 就會進行的溜 溜對方的鷹刺 有機會的時候就往回反打一下 最後這個聖物很有可能會被印加人這邊拿下來 viper這邊聖物可能會打輸 然後這邊直接硬上兩刀直接砍死 非常快速 看一下對手拿到了兩聖物 欸不只吧 我記得他拿蠻多的欸 只有兩聖物而已嗎 viper也是兩聖物 一聖物 他還有一個在哪裡 欸喔在這裡 我希望他應該是三聖物吧 對啊 然後加這個的話是第四個 所以viper實質上這場比賽 唉唷收掉一隻聖物 賺賺賺賺賺 這兩隻青奇兵架子連城 好稍微反打一下 青奇兵才差一刀 哇殘血跑掉 要招有點困難 要硬招嗎 OK招到銀刺頭之後 馬上掉頭就走 但是還是無力回天 好這邊再招一下 哎唷銀刺頭的數量慢慢被打出來了 別人被這邊都招到兩隻銀刺頭的關係 所以戰局有點改變 對手鷹家人的刺頭全部送光了 但是最後一個聖物能拿掉嗎 這邊刺頭努力的追趕 這有點像是 劉備被無國追趕的時候的畫面阿 快跑阿劉備 啊倒了 好 聖物在門口應該十拿九穩阿 這個想要拿都 隨便拿阿 當資格加拿 好這邊互錯一下 殘血的沒收掉有點可惜阿 好 那撿了就走 撿了就走 撿了就走 4生物GAD VIPER這邊直接3生物 欸1生物都 只有拿到1生物 3生物全部送過去 第4個也送掉了 城堡蓋下這個位置還不錯 OK守住3片礦區 讚 好 那我覺得最近競技場有個細節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這個紹戰用的方式 就是你城堡蓋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上方的礦區的位置 也要蓋一下這個紹戰 避免被對方偷挖 那盡肯到了點下地龍時代之後 就要去趕快到處蓋這個紹戰 像這個VIPER一樣 那也不用到處蓋啦 有個比較簡單的分辨方法 就是直接在這邊蓋一個 然後在對方的對角線這個位置 也蓋一個 通常這樣蓋 就可以掌握住對方的這個 所有單位的動向 比較容易掌握得住 好 那VIPER這邊是4TC 升到地龍時代 大概匪他到地龍時代 會直接再給8村喔 這個經濟加成是加蠻多的喔 待會就來看VIPER會拼到多少村民數 好 待會這邊是選擇了一級射 跟一級的工兵護甲 稍微來提升一下 走這個馬攻路線 那戰車這個單位 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他只要按下B之後 他可以切換成近戰跟馬攻的 所以他需要升級的是 工兵鎧甲 還有這個 近戰的防禦鎧甲 還有這個 這個馬鎧 近戰馬鎧 還有這個近戰攻擊友 都是需要去升級的 所以這個戰車是比蒙古圖技 升級還要多的 但是如果他跟蒙古圖技 互射的話 他的體質是有優勢的 所以打起來的話 跟蒙古圖技對射 其實戰車射起來並不會太縮 甚至是有點六四開的感覺 因為我之前看過的比賽 都是戰車跟蒙古圖技互射 結果是戰車獲勝的一個荒野 所以我覺得蒙古圖技 這個戰車用起來雖然很強 但是成型時間真的是偏晚 而且很難成型 造價也蠻貴的 那派科技待會也要再補一下 但是一補下之後 待會蒙古圖技打印加人就很輕鬆 因為印加這邊一定要出老英去對抗 老英對抗的話 如果戰車轉成近戰模式 做一個對打 戰車還是有這個血量優勢可以打的 再來就是如果就算不打近戰 Viper一樣可以用馬攻去poke 這邊的老英的血量 所以讓對方會很難受 對方一定要轉出戰毛兵 那如果轉戰毛兵 要變成近戰互打也沒問題 這邊再切成近戰去砍這個戰毛兵 非常的好用 所以這個孟加二人對Viper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文明 很適合他 很適合Viper 我也覺得蠻適合 也很適合黑人就是了 手術型全能型的玩家都很適合 就是你判斷要準確 然後升級要趕快升 這應該要上兵工廠了吧 唉唷 上過兵工廠 趕快升升 瘋狂升這個科技上去 馬卡也在慢慢按 攻兵練甲 三級也點下了 化學 好 那這邊村民宿來到135村之後 還有再繼續按村民嗎 有 硬加這邊還在按 F這邊稍微減少了一點 因為要按得這麼兇了 那我現在比較推薦經濟場的玩家們 如果能打到地龍時代的話 這個村民就盡量按 好 趕快按到一百三十幾村 經濟爆起來 好 那硬加還點下印第斯 這個安地斯彈弓 安地斯彈弓的話 可以讓投資手傷害突加1 然後讓戰毛兵的最小射程 也可以減少掉 所以他可以原地戰 我跟你講 戰毛兵就不會跑來跑去 孟加阿這邊點下了 安息人戰術還有雙手劍兵 唉唷 雙手劍兵入線孟加阿人有想法 原來雙手劍兵的話 他是沒有三級的 步兵鎧甲了 所以我覺得打 劍兵路線 並沒有那麼的有優勢的感覺 反正有點五五開 並沒有太好 打老英的話 雖然還是 counter的一個位置 但我覺得孟加阿人直接打落馬 去跟對方的 老英打就差不多了 在兇點就直接出大象 但現在出大象又會被鷹家招 所以我覺得出弱馬其實就可以了 然後用戰車當打工 去做一個射擊壓制 金瑞戰車會補下嗎 這邊看一下資源喔 資源有點接近 直接升到劍兵勇士 升的是劍兵勇士 而不是戰車 那這邊的搭配喔 確實是劍兵勇士 很好處理喔 老英阿 或者是戰毛兵 三旅 這個後面 頭十手就不好處理啦 哇 這邊已經 預測到 VIPER會出雙手劍兵 了嗎 哇 這個頭十手一直按一直按 好 那 印加了點下金罐 植物盾可以讓老英再加2點遠防喔 遠防高達10滴血 好 高達8滴才對不好意思 他這個三級防還沒有點下 還殺了2滴 好 這邊直接變成近戰模式 開砍 那現在印加這個 組合搭配就很能打戰車喔 你看這個戰車 他現在出什麼單位都不好打 一定要出這個槍隊長 或是疾兵來打 才有可能把這些戰車給戳下嘛 不然正面直接在正面硬砍喔 這個戰毛兵跟老英都會被砍爆 而且頭十手也對戰車也沒有額外傷害 那槍隊長在這邊的定位就非常重要了 雖然槍隊長攻擊不高 但是他只要混在軍隊裡面喔 會非常難產的 因為他有移動射程 可以在安全的位置進行輸出 而且他血量也算蠻多的 遠防又高 遠防6 你看0加6 這個植物盾上去 就整個起飛了 好 上方這邊蓋城堡 想要來對保 白河這邊對保可能會有點劣勢 但這邊可以直接切換成馬攻模式 直接在裡面 進行對射 好這邊應該可以射掉一些村民 降低一下這個城堡蓋的速度 白河有機會趕得上來嗎 村民繼續先射死 只要射死的話 城堡蓋不起來 這邊要直接放棄了 哎呀 低一下 低掉這個城牆之後還是死光了 好 這邊要拿更多村民出來蓋 OK 此一個村民 白河並沒有拉出更多村民蓋 而是繼續用原有的村民就在蓋 這邊直接用變成戰車模式 進戰模式開打 下面槍隊長直接開始輸出 後門劍兵友士也補上 但這個城堡還沒有蓋好 白河能夠蓋起來嗎 OK 99%蓋好 下面的戰車直接做了一個撤退 白河這邊頭死守直接開丟 怎麼辦呢 白河這邊三攻先安補 金瑞戰車點下 血量135滴血 像是馬攻模式 要不要切近戰了 沒有要切近戰 切一戰車有個有趣的打法 是不太需要全部的戰車 都是變成馬攻模式 可以拉幾隻去前面變成戰車模式 近戰模式去前面砍 一半一半的部隊 但是現在BIPPER是需要大量的馬攻 去支持正面的打法 所以才這樣子 這樣子一直不切換 而且後面還有槍隊長 原來是少了派科技喔 難怪覺得好像少了什麼 那有派科技之後 打回攻速會非常誇張 好 直接五巨頭 拆了兩棟城堡很賺 雖然上面城堡直接死守 黃金被掠奪 但左邊的印加的黃金也是要被控下來 正面戰場印加想要直接印出巨型頭司機嗎 但這邊有劍兵有事正面印擋 想要被劍兵有事扛到的話還是有傷害的 OK這邊用了些肉碼到後面騷擾戰毛兵跟頭司手 效果其實還不錯 這邊被BIPPER打回了一點優勢 紅術兵快了 這邊再抖動 再想要躲箭矢 戰毛兵在後面瘋狂出出 哇這個劍兵有事砍頭司手也是很痛 好這邊更多部隊南下來打下方的部隊 LIPPER這邊偷偷把巨型頭司機往右拉走 這邊槍隊長三次前壓 這一次前壓可以出到非常多戰車 這邊直接變成近戰模式開砍 OK這邊近戰模式直接砍爆 但是槍隊長數量不夠多 LIPPER這邊使用渾身結束 直接正面硬開 OK這個打法非常好 戰車做到非常多的輸出 但是自己也損失非常多的戰車 LIPPER這邊經濟開始有點不太好 對方有4聖物 黃金產量一直產 LIPPER只有一個聖物 黃金並不太好 開始有點列入下風了 LIPPER這邊能打贏這場比賽嗎 戰車對上硬家 中午點下大聖佛教 LIPPER就可以再多點一些村民 讓基因再更好 OK這裡反賽一個巨頭 LIPPER要怎麼打呢 感覺越打越烈士啊 LIPPER可以嗎 但這棟城堡解決掉了 又拆掉台巨頭 趕快來修一下 哎呀殘血的巨頭被修了回來 這面清奇兵也是繼續往前送 戰車的數量沒有再繼續補了嗎 這邊想要省點黃金 不想要把黃金全部消耗掉 存點錢 待會轉兵也是比較好轉 這邊巨頭直接反殺了回去啊 四巨頭立大功 讓對方的工程速度大幅減慢了 實在巨頭司機能夠收下嗎 走 歪了兩顆 OK 槍隊長繼續輸出 非常強 看來殷家這邊認識到 這邊只要轉大衝車 配槍隊長 基本上就死了那就穩了 OK 砸掉完美 最後一台巨頭司機 白河還是拿下 但是這邊槍隊長直接溜了進來 想要來硬戳巨頭司機 這一波操作非常漂亮 印家雖然打出巨頭正面 但是 側面喔 直接讓槍隊長整群的 殺了進去 白河這邊直接損失了一大半的部隊 還有這邊人口數降到剩下140人口 分明數沒有去提高 哇這邊印家還是很強啊 哇孟佳人沒想到 打印家人這麼難採 槍隊長一出來 畫風一變啊 哇直接打錯了 拒絕 哇 白河沒想到輸了這場比賽 印家人這邊打的真的是漂亮 這個槍隊長 出轉這個時間轉得很好 沒有很堅持要出老鷹 在後面搭配這個戰毛兵 跟頭司手 用這個自己的食物消耗截面 打出這個食物茶具 就如同我們開場講 要盡可能一直用單位去跟對方換 那確實換到非常好的成績 那白河也是因為 沒有把自己的村民 直接撈到150吋的關係 大聖佛教也是很晚點下 他感覺 白河這場的一個問題 可能是沒有把自己經濟最大化的關係 你看這個人口空在那邊 就會很容易 你把這些人口都補成軍事 只要軍事一倍反打回去 經濟就很難再跟上這個人口數 然後很容易被這個印加 這個食物減免的文明 直接反打回去 這就是為什麼 瑪雅、印加還有這個 哥德爾很容易打贏後期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這個減免太多了 如果你一直去跟對方應換的話 自己經濟又沒過到 很容易就被翻盤 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後方的這個經濟 這個經濟看起來兩邊其實差不多 但是印加這邊是輸很多的 只有黃金有儀 原始四生物 你看BIPER的經濟其實還是很好的 但我覺得要遇到這種有 死物減免的文明 這個經濟還是要再更好一點 才比較好打 當然這邊出戰車 前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沒有錯 但是遇到槍隊長的時期 這個就要考慮要不要繼續出了 因為對方槍隊長的遠防是有6的 但不出槍隊長的話其實也很難打 因為BIPER這邊出劍兵勇士 雖然可以打得贏槍隊長 但是後方的這個投石手 是不給劍兵勇士佛陸的 我覺得如果是我來打的話 可能也很難打得贏陰加吧 跟我前面講的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是基於孟加拉有這個 大聖佛教這個聰明術 可以採很多的基礎下 卻跟對方硬換才有機會換得贏 不然一般55開來說的話 可能陰加還是更有優勢一點點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讚